HELLO 大家好,我是ARIS巨熊 今天跟大家說的不是相機,也不是蝴蝶 而是這個 就是Gundam和Ondaze聯繫的限定版眼鏡 就是叫做馬砂專用Clip-on眼鏡 顧名思義本身是一個Clip-on眼鏡 其實它跟來的是一個眼鏡本體 另外它會有一個Clip-on的太陽鏡 怎樣Clip-on太陽鏡呢? 其實就是我現在這個,它就是一個大磁石的太陽鏡片 它本身只要是這樣吸上來 眼鏡就可以變成一個像太陽眼鏡一樣 其實它本身在這個設計上面都有幾多特別的地方 第一就是它叫做馬砂專用 其實顏色的配色上面來說 其實都跟回馬砂專用 紅色、黑色的設計 大家如果有看過Gundam的話 都會知道 這個其實是渣古 或者好像 沙沙比 其實都會是用這個配色的 那 Clip-on來說 其實那個就 反而比較標準的顏色 其實就跟它本身 如果說是其他的Clip-on 款 不是差太遠 顏色上面都沒有太多特別的變化 不過呢 是會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Clip-on眼鏡 那隻紅仔 那個眼鏡 過頭那裡其實有個Logo 那個Logo 就是我們叫做 就是馬砂的 一個圖像 就是這個 在這裡 看看大家看不看到 其實它就是一個馬砂的徽章 就是一個個人徽章 就在這個位置 看看靠反光 看看看不看到 OK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特色設計 但是如果你說是否很明顯 又不是說真的看起來很明顯 那 好了 那說回這個眼鏡 其實如果說它有什麼特別之處 其中一個特別賣點來講 就是那個眼鏡腳 其實這個形狀 都很Unit 因為其實我想 我 這麼多年來 配這麼多副眼鏡 這個形狀 都是第一次看到的 但是呢 實際上戴下去 就 那個 那個設計不是太難理解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另外一個眼鏡 戴開 就是Ogly Ogly Ogly眼鏡 Ogly眼鏡 其實它的設計的特色 其中之一 就是那個直腳 那個眼鏡腳 那直的眼鏡腳 其實它有什麼好處呢 譬如我 平時會戴這些大型耳筒 那就是 那就是 直腳的眼鏡腳 就是 不會說 因為戴耳筒 就夾著那個耳 那 在戴一些大型耳筒的時候 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這個呢 就是它那個 腳的好處 但是好了 那這個 骨折的眼鏡腳 其實為什麼會和Ogly 我會說到Ogly 其實當我戴上去的時候 你會看得到 那其實呢 它押了這個部分 其實它那個形狀 就會和Ogly的眼鏡 基本上就差不多 那就 都是變成一個直身的眼鏡腳 變成一個直身眼鏡腳 其實就一樣 那個功能上面 就會很近似 那這個就是 它那個特色設計 那至於 如果說 這個眼鏡的 性價比又怎樣呢 那其實它那個價錢來講 如果是 連著鏡片配的話 那其實它 因為它 鏡框價錢 它連著眼鏡 鏡片 那標準眼鏡片 就是1.67的 那個 屈光度 那 沒有太多特別功能的 就是一般的防污 那些都有 那 如果是 要配一些 好像加一些 變色鏡 Transition的功能 或者是一些 好像漸進鏡 那些來講 就要另外再加錢 逐樣加 那 就 如果 價錢來講 其實它 跟我現在帶著 這副 泰合金的Ogly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 就 但是 這副 其實我在日本配 香港配可能會貴一點 那 所以 如果你說 性價比的話 當然 如果單純講眼鏡來講 那 其實我會覺得 我去日本配Ogly 就 可能值得玩些 但是 日本配Ogly 有個問題就是 通常 如果你要配一些 好像Transition鏡的話 就要等得比較久 如果你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通常我去日本旅行都會順便配眼鏡 但是 但是 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那個時間不夠 通常就配不到Transition鏡片 但是如果 譬如像現在Ongdaze 那它在香港有分店 那它就可以 是 比較方便的 配到Transition鏡片 那 可能有人問 為什麼 你有這個Clip On 你還是用這個 Transition鏡片呢 其實用Clip On 加Transition鏡片 用途不同 因為其實 有時候我可能逛街的時候 我未必說 這個東西一定跟在身上 通常其實我是放在車上 那 那 那 開車來講 有這些太陽偏光鏡 那 那 就很方便 因為其實當我去到 譬如說 開車 是 燦眼 是曳光 的時候 帶了這個偏光鏡片 其實開車就會舒服很多 那 但是這個呢 如果 這個 就是太陽曬的時候 會幫我減光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當我拍照的時候 我未必說是想經常用這些Clip On 因為其實拍照的時候如果大家有拍照就知道 特別是用現在的Mirrorless機的話 其實你戴了一些偏光鏡之後 你用Mirrorless機 無論你是一個Live View 是用螢幕也好 或者用Mile Finder也好 其實出來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的 單鏡反光鏡沒有所謂 但是如果Mirrorless機的話 用偏光鏡通常出來的視覺效果會比較差 好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眼鏡的開箱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頻道 或者今天的分享是有幫助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按個讚 如果還未訂購我的頻道的話 就訂購我的頻道 另外我的Facebook page 就是巨熊出沒注意的 如果大家有關於相機、攝影 特別是生態攝影的問題的話 可以隨便去問 另外我本身作為我開發音響產品 這個系統都是我設計的 如果大家有關於音響的問題 不妨可以去問我 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會盡量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謝謝 下次再見